你好 你好 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叫颜美美 来自山东省早庄市 我是一名女保安 也是一名单亲妈妈 女保安 这个干保安的女性真的不多 是啊 干保安的女性确实挺少 我选择这个职业 可能与我的身世有关吧 我是到20岁的时候 才得知 自己是被父母捡来的 在很小的时候吧 姥姥在大街上的长椅上 看到了我 把我抱到了家里 那时候大概只有四五天的样子 那么小的女孩 因为期待都还没有长好 因为姥姥年龄大了 照顾不过来我 于是呢就给妈妈打了电话 把我抱到了山东早庄 就这么一样 就养了三十多年 当时爸爸妈妈有孩子吗 我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那就爸爸妈妈的家庭 经济情况怎么样啊 多一个孩子可是压力挺大的 我可能比较幸运吧 我爸爸妈妈是开饭店的 所以家庭条件 就相当的好小时候 然后家人也特别的宠我 特别的疼我 从小到大一来 妈妈身体不好 在我一年级的时候 她就得了脑血栓 半生不随 因为我从十五岁到二十岁 都在异校里学戏曲 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 每次回家 妈妈就怕我在学校吃不好 喝不好 会把家所有的好东西 都留给我吃 每次吃饭的时候 哪怕碗里只有一块肉 妈妈都会留给我 姐姐也特别特别的疼我 都有的衣服 小到袜子 内衣 都是姐姐给我买 我刚见来的时候 因为特别的瘦小 也特别的小 身体特别的不好 三天两头就会发烧感冒 哥哥总是三更半夜的 骑着三轮车带我去医院 所以其实你完全没有那种 原来我是捡来的孩子 这样的感觉 没有 就像家里最小的那个小公主 对 所有人都疼爱你 对 所有人特别的宠我 特别的疼我 到二十岁的时候吧 有一年去哥哥家 然后发现哥哥的电脑桌上 有一本献血症 就是很好奇的我打开了 看到哥哥的血型是A型血 而我的血型 偏偏是O型 因为从小到大 耳边传了好多好多的话语 都说我是被捡来的 怎么样 我看到那个鲜血症的时候 其实内心就是充满了疑惑 回到家之后 我就问了我的爸爸 我说爸 我说爸 为什么我的血型和哥哥不一样 我爸说 这个很正常呀 一万个孩子当中 可能有一个孩子的血型 不随父母 他那种紧张的话语 让我更加证实了这个 特别接受不了 就爸爸就后来告诉你了 告诉我了 我一开始接受不了 然后离家出走了 在同学家住了五天 妈妈打电话 哭着给我说 美美 你说这么多年你来 妈妈对你怎么样 你爸对你怎么样 你哥哥姐姐对你怎么样 我们一家人疼不疼你 他的那种温柔 那种和蔼可亲的声音 把我哄回了家 然后告诉我说 我是怎么捡回来的 所以身世之谜是解开了 是 那你有想过去探究一下 自己真实的身世吗 没有 因为可能很多人会去想 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但是在我心里 我的父母只有现在的父母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 我最亲最爱的家人 谢谢